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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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法免罚 凯曰 岂敢诈吉而求免罪浅夫 利太息 遂受罚 边管之中 见者流涕 海神社自若 自周旧屋而居 学者亦亲 明年赐放自便 乃安于浮荣浮中 那么这条是受罚不期 宋朝东经天灵浮荣 道凯禅师 以水人 德物心法之后 吉利弘扬 曹洞中的中风 宋徽宗崇宁年间 皇帝夏书 就夏这个昭书 命令他主持东经 这个又名汴经 就是现在的开封 就是要他去主持这个开封静音寺 那命令他去当主持 宋徽宗大官年间 就签到天灵寺 那皇帝 那皇帝派遣使者 宋大师子一 在唐宋皇帝 这个宋高僧 都是以紫色的生衣 封号定造禅师 凯禅师 上表推辞不接受 这个 道凯禅师呢 他就向上面 这个上表 奏皇帝 这个推辞 那不接受 这个封号 那皇上又命令 开封扶引 这个开封扶 这个支扶 这个李孝授亲自去表明 朝廷要包扬 推崇 道凯禅师的意思 请他呢 要接受这个封号 然而凯大师 能坚持不接受 那这样啊 就触怒了皇上 命执法官吏 要办凯法师 执法官知道 凯禅师一向忠诚 于是问他说呢 长老看来啊 行貌孤受憔悴 有病吗 那这个执法官啊 意思啊就是要 讲个理由啊 给他脱这个罪啦 免离啊 免离啊 受这个 责罚 那这个 道凯离师竟然回答说 他没有病啊 那官吏又说啦 如果你回答说有病啊 那就有理由啊 可以免去惩罚 因为你有病啊 那就不必啊 受到这个惩罚啦 这个道凯离师说啦 那我怎么敢欺骗呢 没有病 骗说有病 来免除这个罪罚呢 那这个官吏听了之后啊 也叹息不已 只好啊 就处罚他了 终于啊受罚了 那么他这个被罚呢 被扁到啊 山东的支州 扁到山东去啦 就是 从开封啊 把他 扁到支州了 这个 看到啊这个 道凯离师被流放的人啊 末不 痛哭流涕啊 因为被扁到那个比较 呃 贫困的地方啊 以前啊就是比较 不开化的地方 就像我们现在那个 做官啊被降职啊 那吊到了这个这个 本乡下去了 掉到这个偏僻的地方 乡下去了 那大家呢就很不舍啦 大家对他的德行啊 非常的敬仰 那很多人啊 看到 禅师被流放啊 都痛哭流涕啊 而道凯禅师呢 神色自然若无其事 他觉得没事 那到了 山东支州啊 原来这个出家人是 有试验的 到那边啊连试验也没有了 要自己去租个房子去住 那么跟他学的人啊 学者更加亲近 跟他学的人啊 那原来亲近他的 也都跑到那边去亲近他 那没有亲近他的人啊 也慕名啊 去亲近他 这个 那么人数也就更多了 隔一年后呢 房帝下令啊 就 不用限制他的自由了 他可以自由到任何地方了 他自己要选择到哪个试验 哪个道场都可以 那古代呢 你出家人要到哪个试验啊 不是说想去就想去 就可以去的 以前要肚蝶要戒蝶 那这个可能还要人介绍 那如果官方派的 那这个要官方的文件 那你才能够去那个试验住 所以他是被贬到那个地方 贬到那个地方 他要去租房子住 那表示说 他都不可以去住试验 你只能住在那个 一般民间的房子 而且还要自己花钱啊 去租 那这个就 对他一个贬义啊 对他一个处罚 后来经过一年呢 那房帝当然也会听到这些消息啦 因为他是真正有德行啊 所以亲近他跟他学习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就赦免他的罪啦 就是他可以自己啊 自由到任何试验 都可以啦自己去选择啦 他就建立了一个茅庵 茅庵就茅庵啊 那个庵是比较小的 一个一个稻场 就建立了一个茅庵啊 于福隆福 这个是 这边有注决啊 江苏武进县东 这个武进啊 我们也去过 这武席县的西北 金城福隆宇 这个上面 那么以上这个公案啊 就是 中就是自成不期啦 下面这个 144月啊 第一行 这个联直大师对这个公案啊 他有一个 赞叹评论 那我们接着看 144月 赞曰 荣己而辞 人所难也 辞而自罚 受罚而不期 不悦难中之难呼 忠良传宗 何得少此 路之以 丰 四身 这个联直大师的赞叹啊 这个荣华 富贵啊 功名利禄啊 这个大家 没有都是想要求道的 要去求的 那这个求道这个荣华富贵啊 功名利禄啊 有 两方面 一方面啊 就是自己啊 对国家社会 真正有奉献啊 那这个上面啊 皇帝啊 知道了 要来 奖赏他 所以要给他一个封号 那另外一方面呢 有的人他是利用关系啊 这个巴结啊 种种的去亲近上面的人啊 而得到这个 寧闻利养 这个功名利禄 所以这个 道海禅师啊 那他是自己这个道风 学风啊 感动的房上啊 要封他 这个封号 但是他 推迟了 不接受 就像这个六祖啊 会能道是当时他是 武则天当皇帝 要请他进去京城 那六祖也推迟了 他说他老了 病了 没办法 走那么远到那里 后来呢 这个武则天 也是试他的 紫金波 还有这个医啊 主医啊 试他这个 那么这个 这个道海禅师就是 荣而 荣吉而辞啊 他是 荣华富贵来啦 他现在辞掉 他不送 这个人所难以啊 那这个是 人难以做到的 这个荣华富贵来啦 明文利养来啦 你要去推辞啊 这一般人啊 很难做到 一般人就求都求不到啦 现在送来啦 那还不要吗 那不可能不要 那你不接受 这个是很难的啦 这个就是 我们老上讲啦 这些高明厚利的诱惑啊 他不动心 所以 他推辞 那推辞呢 那这个可以想象啦 那不给皇上面子啊 要封他呢 他不接受 因为他推辞这个 公民富贵啊 而被受罚的 他不是 犯什么错去受罚的 而是他不接受 这个封号 被处罚的 这个很难啦 那么受罚而不欺狂求免啊 那那个 一般人都 都会想避免这些行法嘛 但是呢 这个道凯禅师啊 他 忠心 忠心就是不欺 不欺骗上面的人 他不欺 就是 所以他 不欺狂啊 去求这个 免罪 那这个可以说 更是难中之难啦 更难啦 一般人 受到责罚 总是想 避免嘛 而他 却不避免 不愿意去欺骗上面的人 来避免自己的刑法 那这个是难中之难 忠良 传宗啊 就是忠良 记载忠良传记当中 怎能没有这一则呢 这个莲子大师讲 何德少此啊 这个怎么可以缺席呢 这个当然要把它收进来了 所以记载下来 作为世上出家人的借鉴 我们出家人啊 看到啊 就要反省啦 不求这些明文利啊 功名利禄 这是我们要看破放下的 所以古大德啊 他也作为一个榜样啊 给我们后世的 出家人来效仿 来学习 好 这一则公案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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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